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這次我們透過60位已婚的明星 還有專家意見進行預測 同時我們在兩大網站上面 括號大局半投票 在10小時之內 累積了高達8萬3000張的票數 究竟哪位明星的婚姻最快好呢 馬上來接下囉 在做這個調查結果公佈之前呢 我們因為實在趕不上 大家結婚的速度 所以竟然今天的10對明星夫妻當中 有4對都是在新婚之後呢 還沒有來過我們康熙來 所以我們都沒有機會 親口跟他們恭喜過 我們現在先請這四位起立 左永寧小姐 徐小可小姐 李懿先生還有郭秀倫先生 謝謝你們 祝你們新婚快樂 謝謝 這四位當中呢 徐可我們一直都有在追蹤 有 李懿我們知道 左永寧非常神秘的在 對啊 身高公正 你是故意要瞞著大家嗎 因為去年我的爸爸 跟他奶奶都去世 是 所以我媽媽說 所以家裡有喪事 對 所以是3月份已經 3月23 已經登記了嗎 對 已經登記了 不是 你的老公是陌生人嗎 對 陌生人 對 我們必須要給大家 一點背景介紹 因為要不然今天攻擊他的時候 會沒有什麼炮火 就是呢 他先生是在香港 金融業 對 是 自己是主管 是老闆還是 不是…就上班族 上班族 認識多久 一年多 那 婚後 3月到現在為止 妳已經住在香港了嗎 還沒有 就是 或是他過來 分居兩地的意思嗎 對… 還是照原來的生活方式 所以妳之前上康 都誤會了 把他擺得太前面了 應該把他擺得太前面了 應該把他擺得太前面了 對 屁喔 屁… 終於林小姐的這個婚姻狀況 我們這邊有一位 新出現的人物 可能也會有一點異見 這位先生麻煩妳轉過來好嗎 好 今天其實找我來聊這個節目 其實是最適合的 但如果妳問我 整個演藝圈裡面 我最看好誰的婚姻 妳知道是誰嗎 謝謝 妳知道是誰嗎 是誰 妳知道嗎 妳知道是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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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覺得 周詠寧小姐 不管是多麼神秘的結婚這件事情 都比不上郭世倫的離奇 就是 你結婚了嗎 對啊 這個公正日已經就訂了 然後婚禮也訂了 公正日訂在哪一天 公正日訂在哪一天 我現在在訂在是 應該是9月9號 公正日 因為百年的9月9號 可是現在距離那個還 9月7號不是好日子 因為那個9月9號 不會 我是在9月7號 才把車子 所以你9月7號最 那個要小心點不要出門 而且9月9號可以找余大哥 來燙古迪曲 為什麼 燙什麼 我會拿 9月9號 好討厭喔 會九九半堂食耶 各位我們 我們從現在到9月9號 還有很久的時間耶 對 但是 你能撐到9月9號嗎 對 因為 早上9月9號 沒有 因為有幾個好日子在挑 所以你現在還是單身對不對 沒有… 你已經同居了是不是 對… 可是你還沒登記不是 其實已經 因為我的媽媽已經見過她 所以她基本上現在是跟我們住在一起 住在一起了 OK 我們也要特別謝謝李懿先生 因為她好像昨天才剛結婚 對 是昨天才結婚嗎 剛好24小時 你怎麼 你沒有被灌醉嗎 我沒有 就是昨天我們非常的樸實 兩個人就是在家裡 也沒去吃大餐 我們就是有寫 就是我們的大餐就是 20塊的滷肉飯 然後回家之後 我在幫忙她弄喜帖 因為她18號就要結婚 到現在一張喜帖都還沒發出去 所以我其實有點擔心 我的部分都已經處理完了 你現在應該不要在這邊上節目吧 你應該… 結果她也去工作 然後昨天弄了一碗 其實都弄好了差不多 其實可以交給 是不是可以交給某一些婚禮公司 可是就是她連名單都沒貼上去 也沒封 所以婚故沒辦法幫你弄 幫不了 所以你看是只差婚宴請客而已 對 因為昨天就登記完 也是怕她會忘記 才選這個日子這樣 是 結果唐志祖你為什麼要來啊 我也覺得妳這問題問得很好 但是我還覺得我滿有信心的 因為大家都可以看得出來 我從結婚到現在 整個人的改變 你不是有傳簡訊跟我講說 你老婆懷孕到鼻季的時候 你很想掐死她嗎 那就是前兩個月 她情緒比較難控制那段時間 但是慢慢的 我覺得我們兩個 手機也鬆開了是不是 對 結了婚之後感情反而越來越好 這種簡訊妳怎麼回啊 我就有說 不要致命就好 因為今天我相信各位觀眾 放眼望去的話呢 其實看起來真的後段班的人 比較多一點 就是像馬國畢 高山峰 沈玉琳 黃鐙輝 黃鐙輝妳難道認為 妳會在前段班嗎 我覺得我應該還被大家看好的吧 妳是被看好的嗎 我覺得我是啊 OK 好 好 我現在要告訴妳們那個 妳們十位明星彼此互相寫的節目 怎麼這麼快喔 好 柏仙倫先生呢 是 他把第一名給了許潔輝先生 沒有 情商 因為我知道輝哥之前有一段 所以使我不禁要問一下情商這件事情 好 情 所以是都被甩掉的那種嗎 其實被騙得居多 騙錢嗎 是電話打 就是10204那一種 不是那一種 我認識一個女孩子 其實我們第一次約會就帶到她 媽媽的安寧病房 那個就是真的 因為我不曉得就是說 怎麼會是那麼嚴重 已經是癌末了 所以後來那一段時間就是 比方說她說媽媽現在要打這一劑 我不曉得大家知不知道 比方說有時候在安寧病房 有時候那個要你就是要打 比方說她這一劑的系列 一打可能要六萬八萬 我就是一直在做這樣的事情 其實到後來我就變成是跟她媽媽比較好 因為那女生也不去照顧她媽媽 都是我在照顧她媽媽 你有點感覺那一次是等於 把你找來付那個醫藥費的是不是 對 然後後來那女的完全沒有表示 就完全常常跑不見 所以最後怎麼結尾 跟媽媽走 媽媽去世了 就跟媽媽走了 所以等於那個感情是好 除了付出毫無收穫 對 沈玉琳先生自己的填的這個表格呢 她把第一名給了沈玉琳自己 對 她說 太好了 真的 不只戴氣如母 我是成婚定型 我都已經想說 我今天有沒有對老婆 什麼對不起的地方 應該要怎麼樣對她更好 OK 她呢 把最後一名給了李懿 怎麼會… 她說隨著男生日漸成長 會嫌女生皮糙老 我覺得我老婆她是 十年前就長這個樣子 到現在其實我覺得沒有什麼 太大的感情 女生的靈界點在40歲的關卡 40歲到瘋盤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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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流 不是瘋盤 50流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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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手上 李懿好像跟沈玉琳互相報復 是李懿給沈玉琳最後一名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玉琳哥就是 常常語出驚人 我很擔心她的人身安全你知道 所以你說婚姻無法白頭到 是因為沈玉琳是 被暗殺嗎 你不是在看她的婚姻短站 你是擔心她的生命短站 對 其實都擔心 這也是一個角度 因為如果人不在了婚姻也持續不下去 許潔輝把第一名給了自己 然後她把最後的兩名 倒數第二名給了沈玉琳 整個人感覺很輕浮 評價相對也就低了 然後她把最後一名給了黃燈輝 為什麼 為什麼 然後整個人感覺很輕浮 整個人感覺很輕浮 整個人感覺很像一樣的 適合認真偉東哥嗎 輝哥 對 在輝哥的心目中 只要不穿西裝的都輕浮 對 聚會的時候 像唐志忠 他現在他都會那種 就是陪著太太的那一型的 真的 他是那種滿場飛的 我說喝母 他完全不管他老婆小孩在哪裡 對 我就會喝到一半然後就 我兒子咧 對 我這樣 對 對